欢迎您收看,今日六度,世界版 日本仍是中国人旅游首选 日本记者,中国旅客招来可演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世仁 中国政府一方面使出战狼外交 禁止全日本水产出口到中国 以反击日本排除废和水 另一方面,8月开始解禁国民到日本团体游 中国旅客首选地仍是日本 日本目前已回复疫情前70%旅游人次 其他国家的旅客人数亦正上升 在没有中国旅客的日子 日本政府检讨过分依赖中国客 爆买对日本国内造成的影响 有日本记者向本台预测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未必再出现爆买情况 港府跟随北京战狼路线 进进口十都县海产 对港人赴日旅游影响有多大呢 东营游执行董事宣国权接受港台 访问时指出 和废水的争议只会持续数月 据他观察 周三 23日 单日抱团人数跌了两成 预计两 三星期后会回复正常 宣国权 相信阵痛不会太长期 来报名的客人 水不止在日本 水会流 鱼会游 也不能怕太多旅游照去 至于中国 当局于本月十日解禁日本旅游团 开放日本 美国 韩国等78个国家的旅行团 据《热经新闻》 引述全球旅游网站trip.com表示 自解禁消息公布后的一个星期 十一长假 中国人组团到外地旅游预定增长 是7月的4.5倍 其中 日本与韩国最受欢迎 而中国旅游网站 携程网上出镜跟团游搜索量 日本排在榜首 疫情前 2019年访日的中国旅客达959万人次 消费达1.7万亿日元 消费额占总额36% 是日本旅游业第一大客户 正因为日本旅游业 过分依赖中国游客爆买收益 疫情期间 不少景点的药房与酒店相继倒闭 据日本观光局数据 今年首半年复日的总旅客人数 已达2019年全年近7成 韩国 台湾 美国游客都有增长 渐渐填补中国客缺席下带来的损失 当中国宣布解禁日本旅行团之后 日媒一再警惕过去过度旅游 over tourism的情况 即不要过分集中在同一地方 时间消费 以致造成环境破坏 事实上 一些景区如神奈县连仓 旅客过度集中 已对民生造成影响 有传媒报道 景上雄艳名作 Slam Dunk 已将之电连仓高校站为背景 因此经常吸引约100名游客 几只路轨打卡 报道又只具当地人观察 拍照者以华人为主 中国旅客杀到 令居民与铁路职员十分忧心 日本记者 中国旅客照来可言 在旅行界人手紧出的情况下 日媒预料中国旅行团的来临 将提高当地旅馆 温泉的价格 影响日本国内消费抑郁 不愿意透露姓名 曾在中国采访的日本报章记者 袁田先生指 目前中国只开放团体旅行 团体客将刺激地方经济 但长远的收益和影响 也是未知之数 因中国经济差 未必能够出现以前爆买的情况 袁田 他们 中国政府 的做法有矛盾 一方面开放旅行 但是另一方面 禁止输入食品海产 做法很奇怪 一般的中国人 不管日本有这个 废河水 带来中国 我看是没有问题的 岸田内阁目标 2025年全面回复 今年3月 岸田文雄内阁宣布 观光立国推进基本计划 目标于2025年 回复至2019年 3188万旅客人次 外国游客消费 达5万亿日元 观光厅长官高桥一郎预计 10月1日是中国国庆长假 估计10月之后 会回复2019年的旅客数量 但他表明 对观光公害感到忧虑 希望十一长假 不会造成交通几色 华纳兄地探索公司 将在美国推出 CNM Max新闻流媒体服务 加拿大环球邮报 华纳兄地探索公司 将于9月27日 在美国推出一家名为 CNM Max的24小时 新闻流媒体服务 该服务将提供CNM的全球报道资源 和新的原创节目 如CNM新闻室与吉姆 阿克斯塔 拉赫尔 索罗门 阿玛拉 沃克 和弗雷德里卡 惠特菲尔德 CNM Max旨在通过专注于突发新闻和分析 来与短命的CNN加流媒体服务区别开来 此举是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增加其Max流媒体服务的观众数量 并吸引年轻的流媒体观众的战略的一部分 CNN的收视率一直在下降 预计今年公司的利润将略高于去年 航空公司将支付3000万美元 给一名在被移出飞机后遭受脑损伤的男子 英国独立报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同意向一名四肢瘫痪男子的家人 支付3000万美元赔偿金 该男子在被强行从飞机上移除后 遭受脑损伤 纳萨尼尔·弗斯特 Nathano & J. Foster Jr. 使用轮椅、呼吸机和气管插管 他在2019年2月 从一架联合快运航班上 背下实受伤 他的家人声称一名坡道主管 对他进行了激烈推丧 导致他的身体猛地前倾后摔倒 弗斯特心脏停泊 并遭受严重脑损伤 联合航空公司 在一天的庭审后同意达成和解 阿约梅里克 阿波特从曼城转会至沙特球队 阿尔纳斯尔完成 英国独立报 曼城后卫阿梅里克 拉波特已经完成了一笔 2350万英镑的转会 加盟沙特职业联赛球队 阿尔纳斯尔 这笔转会意味着 曼城在夏季转会市场上 已经赚取了超过1亿英镑 拉波特上赛季失去了 在曼城队的位置 并表达了他对更多 首发出场时间的渴望 他在曼城为180场比赛 打进12球 并赢得了5个英超冠军和欧冠冠军 拉波特现在将与克里斯蒂亚诺 罗纳尔多 萨迪奥 马内和马赛洛 布罗佐围棋一起加盟 阿尔纳斯尔 拉波特完成从曼城到 沙特阿拉伯职业联赛的转会 英国独立报 曼城后卫 阿梅里克 拉波特已经以 2350万英镑的价格 转会到沙特职业联赛球队 阿尔纳斯尔 拉波特上赛季在英超联赛中 出场12次 表达了对更多首发机会的渴望 曼城今年夏天的转会总额 已经超过1亿英镑 包括将里亚德 马赫雷斯 卖给沙特阿拉伯 这位29岁的法国人 在曼城为180场比赛 打进12球 赢得了5个英超冠军和欧冠军 拉波特将与克里斯蒂亚诺 罗纳尔多 萨迪奥 马内和马赛洛 布罗佐围棋 一起加入阿尔纳斯尔 埃福顿混乱 法哈德 莫什里 在新投资者谈判中 由于美国交易破裂 而陷入资金危机 英国美日电讯 埃福顿足球俱乐部 正在寻找一家新合作伙伴 购买俱乐部25%的股份 此前总部位于纽约的 MSP体育资本 退出了交易 据了解 该俱乐部正在与美国 和亚洲企业进行谈判 MSP相反 提供了1亿英镑 和1.37亿美元 的贷款 以帮助建设俱乐部 在布拉姆利 摩尔码头的新体育场 MSP本来预计将购买 1.5亿英镑的股份 但在最后一刻破裂了 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 将在9月份 补上推迟的法国国事访问 英国独立报 查尔斯三世国王 和卡米拉女王 将在9月份访问法国 此前 他们原计划 在3月份进行的国事访问 因对法国总统 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退休年龄改革的抗议 而被推迟 这对夫妇 原计划在3月份 游览巴黎和波尔多 但由于法国全国范围内的 暴力抗议活动 这次旅行被取消了 国事访问 将于9月20日 至22日举行 旨在庆祝英国和法国之间的 共同历史 文化和价值观 此次访问的计划 预计与原计划类似 马克龙将主持一场国宴 以表彰他的客人 法国总统马克龙 计划推动经济和移民改革 尽管面临政治挑战 英国独立报 法国总统埃马纽尔 马克龙承诺 尽管他的政府面临挑战 但仍将推进关键的经济 移民和教育改革 马克龙计划与政治领导人会面 讨论逆意义中的法案 和可能的公投 他的目标是 避免今年早些时候 政府再没有议会批准的情况下 强行通过养老金改革时 出现的政治危机的重演 马克龙还承诺 解决法国最近动荡的原因 包括警察杀害一名 青少年后的骚乱 他计划实施教育改革 并就移民法案进行谈判 此外 马克龙的目标 是将失业率降至5% 国际足球联合会 对西班牙足球协会主席 发起诉讼程序 德国之声 国际足联宣布 对西班牙足球联合会主席 路易斯 卢比亚莱斯 展开纪律调查 原因是 他在女足世界杯决赛后 强行亲吻了西班牙球员詹妮 埃尔莫索 国际足球协会主席 这一事件可能构成违反其纪律规定 并强烈谴责任何相反的行为 西班牙足球联合会 也对此展开了自己的调查 并将于周五召开特别大会 卢比亚莱斯 最初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但后来在一段视频声明中道歉 叙利亚因经济困境而引发的抗议活动 锐益加剧 BBC 在叙利亚南部 对总统巴刹尔 阿萨德的抗议活动正在蔓延 因为公民对政府削减燃油补贴的决定 越来越愤怒 示威者呼吁总统下台 并要求改善生活条件 包括提高每月最低工资 每天20小时供电和释放政治饭 最近的抗议活动尤为重要 因为这是首次在政府控制的苏维达市 听到这样的口号 啦啦 特朗普表示 特朗普的逮捕照片 将会出现在宿舍的海报上 英国独立报 啦啦 特朗普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儿媳 表示特朗普家族计划 庆祝他即将在佐治亚州 自首面对选举干预指控时 拍摄的全身照 在一次采访中 啦啦 特朗普表示 这张全身照 将被挂在宿舍里作为海报 并印在T恤上 他形容 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全身照 并表示 他将成为支持唐纳德 特朗普的人的象征 特朗普与鲁迪 朱利安尼 和其他17人一起被起诉 指控他们 共谋破坏2020年 佐治亚州选举结果 他的全身照 将是美国现任 或前任总统的首张照片 啦啦 特朗普称其为荒谬 并表示 这将对试图羞辱他的人 产生反作用 特朗普的共同被告的全身照 已经发布 尽管面临法律困扰 特朗普仍在竞选路上 esper朗普仍在竞选路上 十分之间 远兴致 变成 很前任 加上 没 loyalty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